黃子嬌先前爆出性騷擾事件 後來經傳他自殘而送醫 所幸最後並無大礙 20日也已經低調出院 當時他也透過小編發出長達兩萬多字的道歉文 引人注意的是事件爆發至今 老婆孟耿如都默默地陪在他身旁 25日他罕見發文曬出自己製作作品的影片 並寫下好久不見 這段時間很謝謝大家的關心 想與大家分享自己的展覽 其實在8日就開展了 這是一年前就定下的時間 一直很期待身為母親後 可以有不同的感受呈現在作品上 這次特別把創作的過程好好的記錄下來 想為這個階段的自己留下紀念 最後也說到 希望大家可以在展間 找到屬於自己的角落 細細觀賞和感受 擁抱自己也擁抱自己的內心小孩 找回那個單純的赤子之心 天文一出不少粉絲都相當不捨地表示 辛苦你了要好好加油啊 我好想要好好嘗嘗 那麼 Twin 我好想要你 我好想要你 我來是 一定會有些年輕人的 arti啦 我走在那邊 我來讀你 你 我來 steam